嗨,大家好,我是Aaron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VS基础课程 那么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HVS API一些基本操作 我们讲到了PUT 同时我们也讲到了 在PUT的情况下 首先问题顾客怎么解决 那么我们的经验是第一个 你要把它Log4G 放到你的Src目的下面来 第二个 你要把主机映射 主机名要加到我们的host文件里面 那么host是拿去找 我们也告诉大家了 以及Log4G在什么位置找 大家也可以看到视频 那么这两步做完过后 就可以去操作HVS 那么我们课程继续上级的课程 来上节课的时候 我们就报了一个testtable not found 找不到 那么这个表因为我没有创建 我们来通过Share命令 来创建一个表 我们进入它的Share命令 我们进入它的Share命令 我们Coreate表明 我们有列读F 对吧 OK 那我们列课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有testtable 是吧 我们要看你们有没有数据 我们的scan 这个命令 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对吧 好 零 OK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程序再运行一次 没有报错了 是吧 它以这个自动去关停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去查这个数据里面 去查询一下 成功了 是吧 有数据了 OK 那么我们再来 把这个 这个列 再改成一个什么 改成一个这个 内部 我们改成一个什么 安定 我们再来一句 插入一条数据 我们再来之前spin 有了 对吧 我们插入一个 这里面显示一条 很正常 因为你就是一条数据 对吧 只不过 这一个Row key 下面有两个列 一个列 下面两个列 好 那我们再换个 这个Row key 换的 换的 0 2 那么内部 我们改成什么 改成 安定2 我们多先想出去 好 那么我们再改成什么 Row key 改成 安定3 好了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put很简单 我们有三角记录 对吧 Row key Row 01 Row 02 Row 03 然后 三角记录 这就是一个put 大家看mini 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先把这个put 的方式 那么如果说 我在这里面 止径的Row key 把它给查出来 怎么办 对吧 我们正常改查 对吧 我们查出来 我马上把这个给做掉 这个做掉 那么查询 我们是不是跟你 也跟这个套路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分开 什么 get 是吧 get new get 看里面是不是也有这个什么 Row key OK OK Row key是什么 我们Row key是03 我们先查03的数据 好了 这个get都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 table.get 就返回了一个result 对吧 rest 我们把这个报导一下 到这里的hbase.client 那么我们先不忘记看到结果 我们先直接把ist.toStream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这出来了是吧 这个值都已经有了是吧 那我们就看0101 01 我们也看到了是吧 我们看到我们的01里面 有这个什么有列足 有这个name 有这个column 这个两个列 那么也有些人说 那我如果说我只想去取这个name 这个列 怎么办呢 不然我不要这么多 我只要name这个列 你怎么办 那很简单 我们在get在里面去封装一下 我们看到没有 get它它会有什么 添加这个family 如果说你有多个family 也是可以去 可以指令family的 那这family什么呢 我们是这个是吧 我把这两只后位 family和列 OK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运行这个程序 我会看看它会有是什么样的结果 看到没有 这个值呢 已经变了 已经变了 它只有这么一个name 那如果说我只要去取column 那我这样去写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它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结果给 我们现在只是输出 是吧 kValues 输出 那么这个结果怎么取出来 是吧 我们用到这里里面的 hbase里面 再自在的一个工具 叫做这个s 我们用到这么一个工具 有工具类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去写 也可以这么去写 你也可以指定 那么我们这个cell 我们先不用 等我们去用到这个什么 我们等我们用到skin的时候 一起去用 一起去用 我们先不用 我们先自己给它输出 因为我们后面有个skin 那我们可以和它一起来使用 一起来使用 那么 可以看到 这里面内容会很多 我们再给看到 get点 这里面会有很多 有很多方法 大家可以 每个人可以去试试看 就试试看 那对于我们一般的开发来说 我们只需要去了解到 增加指定的列 指定列读 那比如说我们再去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表 我们来指定一个列组 test table2 我们有两个列组 F1 F2 好 我们DSG看一下 test table 出了 TAB 咱们 再出一遍 再出一遍 名字 不出一遍 我们 关键是 我们关键是测试我们这个get 纸钉列组 那么通理这样的 我把这个给换掉 那么这时候 我们再配合 put 是吧 我们来 F1 F2 我们 我们在这个F1 这个列组里面增加一个 在F1里面增加一个 Niam 称它支持 ANDI3 那我在F2的列组里面 又增加了 Niam 准备安理 也是ANDI3 那我们看看运行结果 运行结束了 那么我们来去查询一下 喂 大家看到没有 对吧 我这两个 两个列组里面 名字一样 纸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还会写进去呢 大家要记得之前我们课程里面讲的一点 HBase怎么去 为定乎一条数据 它是不是根据 UK 列组列 时间出 对吧 三个条 四个条件 一 二 三 四 来 唯一定位一个值 对吧 那虽然说你两个值 时间错也是一模一样 值也是一模一样 Rookie 但是你的 Family 不一样 它仍然认为你是个不一样的数据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 这个里面呢 就简单了 我们再把它给出点 比方说我去F1里面 去拿一个什么 去拿一个什么 去拿一个这个 列 看到这样 好 那么如果说我要去F1里面 拿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列 列 它会显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它会显示什么 我们要说我们去拿一个A 这么一个列 我们看它会显示什么 它并不报错 它只是显示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列 那么我们再去F2里面 拿你们去列看看 它也显示 没有这个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的GATE方法 我可以去 指定的列 拿指定的值 对吧 我也 我也可以 去指定的列 这个列不存在 但它也不会报错 那么如果说你不加这个 我们看它 这是不显示什么 我们不加任何条件 我们看一下 它就会把你所有的列读 都给拉出来 都给拉出来 那么这是在我们这个实际开发过程中 你尽可能的 加上这些条件 目的什么呢 目的的话 你这样的数据 从服务端传到客户端的时候 它这个数据量会小 也就对你成功来说是一种优化 因为它是 节省的网络资源 那么这里 我们 我们不推荐 你不加任何的column 你都加上去 因为 它这个列字是达的 可以达到百万的列 对吧 如果说你不加 它都把你列给拿出来 来扑 那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比如说你程序里面 你做某项设置 你这个column里面 这个locate里面 对应了 比方说两百个列 你如果说你这不加的话 那都取出来了 这是不当可怕的 这是我们强烈推荐 你要把里面 这个内容给拿出来 给加上去 好 这是我们这一刻的盖採方法 我们在盖採方法里面 虽然没有去取这个值 这个值我们是想方的 查询里面一块去去解释 那这个get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其实它也很简单 你第一个创进get对象 第二个指定 你要get到哪些数据 第三个 通过table 把get的数据拿出来 别忘记了 把这个链接关掉 那么这个get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去 试多试几个列 多去查询一下 非常简单的一个API 好的 这一节课程我们先到这里 课后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复兴一下 对着这个视频 多看几遍 争取把这个API 能够尽快熟悉起来 这个因为是你以后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只要你就想从事大数据开发的话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你必须要熟悉 好的 那么这段课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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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